房屋瞬间解体落入了湍急的河水当中 玻利维亚北部的行政首都拉巴斯 还有学校是被洪水给淹没了 操场教室如今都充满了粘稠的泥浆 目前很多的道路没有办法通行 受贼居民向政府陈情 要求要尽快兴建党土墙 以免灾害不断的重复发生